大家好,谢谢你们出席我妹妹凤美 和我好友自强的婚礼,我是凤朱 再次我想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他们俩的故事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圣经中 他们的故事就在2007年的12月开始 那时自强因踢球 脚受伤,他得在家里休养8个月 有几次他需要回去医院复诊 那我妹妹就从纹里千里迢迢去到益顺 带他去看医生 那时候他其实根本都不喜欢自强 他其实在爱恋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是真的是出于一个善良的心 要帮助一个朋友 那自强就欣赏他这乐意诛人的精神 可能很不义啊,叫他去,你不懂吗 他就经常他这乐意诛人的精神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慢慢的渐渐的加深了 那谈谈自强 我跟自强是好朋友 我们在家会一起侍奉了4年 刚才早上我们有一个精神的仪式 他叫我姐姐 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 然后,可是也很爽啊 觉得很亲切 亲上家庆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诚恳 也不做假的人 我特别钦佩自强的勇气 他的毅力 还有他对神的信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 自2006年 自强开始了一段不容易 而又需要很多信念的旅程 上帝将他放弃工程师的工作 转做 网络设计师 尽管他 在设计方面有天赋 可是他根本都没有 任何有相关的文凭 可是他相信神的 护照 他还是决定 听从神的旨意 放弃了他的 工程师工作 尽管 承受失业了8个月的挫折 还有 加上他的腿受伤 腿受伤的无助和 无奈 他还是没有放弃 然后令人惊讶的是他真的 真的有公司 真的有公司请他 做网络设计师 虽然他没有文凭 几年后 上帝指引他开自己的公司 这点 更难意料 经过多次的印证和事态的发展 他听从 上帝的 领导 开始了自己的公司 这个时期对他来说非常的艰难 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得亲力亲为 可是他还是 没有放弃 虽然经济 也有些困难 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如今他的生意也渐渐的好得起来 所以我相信 看这几年 他 这么信靠主 我相信他能够 他还会继续的信靠主 无论在生意上 或者感情上 我相信 他 会做得很好 我也相信你会好好地 照顾我妹妹的 好了 好了 现在 我来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中提到关于建立美满婚姻的原则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1-2节和第22-28节 我在这里会分开地把经文分成几个部分为大家讲解 以福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 丈夫和妻子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他们就好比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就好比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也有人说婚姻是幸福的开始 你们认为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婚姻 应当是自私的爱的坟墓 相对的 婚姻应该是 耶稣给予我们 无私的爱的表现 在一段婚姻中 我们寻求的不该是自己的幸福 而是通过两人的结合 两人婚后的相处 来凸显出 耶稣的大爱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1-2节 我们该效法神 重要的角色 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如果不及时处理 久而久之将会成为婚姻生活的半小时 当你们选择踏入这一步 就应该决心 祝福 你们总是吵架 但你们学会如何去 量解 如何去原谅对方 在自强面对困难 经济困难的时候 凤美也不离不弃 一直支持他 鼓励他 婚后 你们将面临不同的挑战 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携手 克服一切困难的 继续相信神 继续深爱彼此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22-24节 我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应该怎么样 凡是顺服丈夫 不简单 妻子应该 服从丈夫的领导 服从你的丈夫 并不代表着你就做他的用人 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没有选择 在神的眼里 其实我们都是同等重要的 妻子的服从 使爱情更有秩序 其实 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如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他们应该是 他应该是出于爱 而不是出于义务的 妻子的服从其实就是 承认丈夫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 也 意味着要试试以他为先 我们都知道世上没有世界是美的丈夫 虽然我们希望 有啊 可是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丈夫 我们应该给她 发给他们发言权 让他们能够做最后的决定 听清楚啊 妹妹 我们应该对付我们 对我们的丈夫 言辞温和 尊重他们 尽量不要多 多于抱怨 唠叨或 奚落他 唠叨很难 记得要 常 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当然 我们也要 欣然的接受丈夫给予我们的批评 那 那 第3 以福所书第5章第25 至28节 我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 节着道 把教会洗劫 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点 皱纹 等类的定 乃是 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 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 丈夫的责任更大 丈夫应遵造神的旨意 爱他的妻子 引领他的妻子 所以丈夫 你本身与神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和耶稣基督 没有良好的关系 那你和你的妻子 的关系 就无法 达到神所要求的 作为丈夫 你扮演的角色 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 帮助 帮助你的妻子 灵命中成长 成熟 还有 满足他物质 与精神上的需求 所以丈夫 你可以 陪同妻子 一起祷告 一起读圣经 多花时间 跟妻子沟通 了解妻子的需要 和他所面对的困难 一起侍奉主 一起做决定 不要忘了 还要跟他约会 感情 婚姻包含了 侍奉和 扶宠 他包含了 妻子的顺从 和丈夫的关爱 其实如果有这么 爱你的丈夫 啊 心里面